老师有跟我说过三次理论跟实物要结合 想请老师具体指点就是针对我这样的情况 就是理论和实物如何更好的结合应用起来 比如说跟你提过 跟大家提过 我们要练习开发明觉 用心灵来觉知 跟你讲过这些观念 然后再来你平常就要多练习 多去练习 也跟大家提过 道遍一切处 无所不在 我们都浸泡在道里面 一开始你觉得范围太广 不容易具体 那你可以慢慢可以缩小到 你针对空气方面去体会 从一呼一吸里面去体会也可以 前面听闻的是头脑的知见 后面你要去求证求证 你才能够把听来的理论跟实物做连接 为什么说道遍一切处 道不可虚于理 道遍一切处 道不可虚于理 这是理论观念 那你怎么去求证求证 怎么去证明 从 我有跟大家介绍 未显向的是空无 本来 如果你能够提升到 无形无相的层次 你随时都浸泡在空无里面 一样你都可以具体的体会 我们就浸泡在道里面 但是因为无形无相方面 一般人还不习惯 还不容易体会到 所以 变成要从 有形有相方面的切入 有形有相方面的 从 空气 因为空气 水 食物 这些都是道的化身 道的显像 那是道显像出来 显像出来 还是属于道 所以为什么说 道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道不可虚于理 你从无形无相的 不容易直接切入去体会 你先从有形有相的 所以从 从喝水 你也可以去体会 我们的生命与道的关系 从每餐的吃食物 要知道哦 吃饭 那是最好 见到的 时候啊 不要变成白痴 用心灵去吃 当然 如果你没有前面的那些温室基础的话 那你吃饭 让你去体会到 你还是体会不到 很多人学习传统话 很久 学习什么德 什么道德 什么道德 但是吃饭 还是不知道 这跟道有关 你学 变成你学的道 德 那都是抽象的 我们要来到具体的体会 道是什么 你具体的体会 道是什么 那你才能够所谓的见显施起 也会从与道的连接体物里面 它会启发出你内心本质具足的明德 道德 道德 明德 你体会越深 你就自然的会流露出来 所以从喝水 吃饭 从一吸一呼 你都可以去体会 这样的话 道 它 不抽象啊 不是理论啊 不是知见啊 它是实相的存在 问题是一般人 为什么很多人学习道德经 学习了很久 还是一样 觉得 我还要到处去找 我要再到处去修 这个还不够 我要再看什么 这个不够 我还在看什么 因为你都只是停留在头脑的之间 停留在头脑的之间 所以我都跟大家提到 前面体道悟道 再来你就是要去行道 体道悟道 那个都是一个求真求证的过程 求真求证的过程 然后边求真求证 然后边练习去做 练习去做 你没有练习去做 你没办法深入 你有练习去做 你深入之后 你再回来体道悟道 那就会更深 所以那个 体道悟道行道 它是不断的在 就像那个弹簧 弹簧那个螺旋状的 它是一个螺旋状 但有没有在成长 它是有在成长的 第一个阶段提道悟道 是在这个层次 它慢慢的提升上来 提道悟道行道 到后边有一天 你真正做道 你就是自然的 与道合一 这个就是把理论跟实物要做结合 把抽象跟实相要做结合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